《扶貧致富》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今天有沒有看到一則新聞呢? 這是世界各地的媒體都相當大肆報道的新聞 也就是社交網站Facebook 他們在美國就聘請了公關公司 公關公司就找了很多網路打手 希望他們在網路上就發表抹黑他們的競爭對手 就是Google的一些不好的消息 事件就引發成為了一個公關大災難 那在香港也有很多的媒體都報導了這則新聞 那其實呢,現在找網路打手來抹黑對方的這種手法呢 不只是在美國 其實在香港甚至在內地也已經是越來越多 經常在一些報章或是雜誌上都可以看到 特別是兩個品牌很相近很相似的 大家走的路線是一樣的呢 都會有類似的這個聘請網路打手呢 來抹黑對方的這種公關做法這種手法 那香港的這份報章呢甚至說 其實以這種聘請網路打手啊 香港的花樣可比美國這個Facebook這次的這個手法花樣多得多了 比如說在香港呢除了抹黑對手刻意唱好對手呢 甚至也可以是以負面的消息來製造話題 那最重要的呢就是這些打手每一次在網路上只要轉發一個帖子 一個post的話呢 其實他們是有收錢的 就是因為他們有的賺啊就有這個收入 所以呢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加入成為這個網路打手的行業 所以據說啊每發一個帖子呢再討論去轉發一個帖子 就可以賺到10塊錢 這10塊錢港幣 那如果你非常的勤勞就坐在你的電腦前面 不停的轉發不停的轉發帖子的話呢 你一個月的收入就可以好幾千塊錢了 所以啊這個以前可能就是一些電車男啊或是宅男啊 在家裡不停的上網對著電腦 不停的這個玩遊戲啊或者發表一些消息 可是現在呢你可以成為這個網路打手 聽起來是不是鏡頭啊厲害很多 好所以呢今天要給大家講的自己也就是跟這一則消息有關的 也跟大家信息相關 因為相信呢每一個人都會用到社交網站 社交網站 好我們來看看這個字 社交網站也就是現在所謂的這個社交媒體 社交網站 社交網站 社交網站包括了哪一些呢 相信每一個人都會用到的就是有Facebook Facebook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 比如說有的地方 比如說有的地方中文的說法是臉書 臉書 Facebook就是臉書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稱之為面書 臉和面都是face 就是這樣子來的Facebook 好那這個Facebook在世界各地呢這個社交網站都非常非常的盛行 但是在內地呢是上不了Facebook的 在內地最多最多人用的就是這個了 微博 微博 就非常多人用的這個他們的這個社交網站 微博 可是呢在比如說一些歐洲國家 他們是不用微博的 除了Facebook之外呢 他們也用另外這個就是推特 是跟微博非常的相似的推特 推特沒有中文名 只有一個翻譯的字叫推特 推特那當然這只是音譯 所以我們可以不用理他 但可以知道呢就是這些啊都是現在非常多人用非常盛行的這個社交網站了 好我們經常都會說post 我們post一個帖子 post在中文叫什麼呢就叫帖子 帖子 你可以轉發帖子 你可以發放帖子 帖子 這個字呢是輕聲的不要讀帖子 帖子 我們輕輕的念帖子 帖子 post就是帖子 好在這些社交網站上面呢 這些打手們呢 他們會發放一些假的討論 最主要呢就想引起大家的關注 那這種討論 我們就叫做 微討論 微 這個微呢就是虚微虚假的 就是都是一些假的討論 所以這種討論呢我們就叫做 微討論 微討論 那比如說 有一個歌手他發了一張專輯或是發了一個MV了之後呢 那他們就會請很多的這些打手在網路上呢 幫他們就不停的轉發帖子 就說哇 非常非常多人的看啊 非常多人 赞啊 就是like啊 那這些討論呢就來來去去來來去去 我們就叫做 微討論 微討論 好了 抹黑 抹黑 抹黑最常是用在 兩個非常相近的品牌 比如說我曾經就看過內地的一本雜誌 有一個 有兩個牛奶的品牌 這兩個牛奶的品牌大家也非常熟悉了 一個就是什麼 什麼牛啦 一個就是 叉叉什麼利啦 那這兩個品牌呢就大家的競爭非常的激烈 那同樣的 他們也有請這個網路打手 就抹黑對方 抹黑 比如說說他對方的牛奶有污染啊 就是抹黑 抹黑對方 好 我們要看的這個網路 在香港都叫網絡 網絡 蒙朗 蒙朗 但是在普通話裡面我們不叫網絡 我們都說是網路 網路 這是有些許的差別 打手 打手 我也看過有人說是槍手 這個網路槍手也有 在內地呢 這些就叫做網路水軍 網路水軍 為什麼水軍呢 因為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他們請了一整個水軍的那些 隊伍的人呢 在網路上就發放那些偽消息啊 或者是抹黑對方 這叫水軍 網路水軍 那現在很多企業也出現了 出現了這個網路監察 網路監察 就web monitor 就是比如說有些企業呢 他們會聘請一個專職人員 就是長期的坐在電腦前面 做什麼呢 他們就不停的看著那個電腦 看電腦是不是有人 發放了一些什麼攻擊你的消息 比如說我們經常會去旅遊 去旅遊之前呢 我們就會上網先看看 到底這間旅店 他的以前曾經住過的人 他們的頻率是怎麼樣的啊 好還是不好 那這些網路監察呢 就當他看到有人批評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趕快再發放一些回應的消息 其實他們也曾經住過這一家酒店 但是呢就一切的經驗都是非常良好的 那這一種呢就是網路監察了 現在企業很盛行的一個行業 就是網路監察 網路監察 所以呢大家現在上網看一些很消息啊 到底是真還是假呢 大家就要自己去判斷了 好了那大家可以看看 這是什麼是團長什麼是水母呢 這也是在內地的一個叫法 那現在內地有非常非常多的 這些網路打手的這個出現 那他們就是有分兩層的 就是你管理層呢 就上面去去接生意的 就是像那些企業呢 會找他們叫做網路打手的呢 這一個在管理層上面 男的就叫團長 女的呢就稱之為水母 那下面呢 他們就會去召集了很多很多的 這個網路打手 那一整群人呢 就叫網路水軍 水軍 那個別在家裡呢 發放帖子的呢 就叫水手 水手了 所以呢這個就是內地的一些 称法 所以大家以後 聽到有人說 這網路團長啊 網路水母啊 到底是什麼呢 大家就可以心中有數了 有網路水軍 好 看看今天還有沒有其他的 沒有了 OK好 今天給大家講的呢 就是這個社交網站上面的 大家可以 可能經常會看到的一些字眼啊 那下個星期再給大家聊別的話題 下個星期再見 謝謝 向你誠意推薦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想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你就回答說 不關鍵 你們 等一下 提示 免費 沒有 那麼 沒有 我們 我們 坐 我們 你們 我們